XD 這可更換 我們好像在玩拆炸彈 我有什麼虧的 我們只有兩張手下 所以 理論上機率應該挺低的 直接發光看吧 你是不是在最下面啊 立場對調 喔 你在最下面 幹的好 我們可以拿沈默嗎 他在幹嘛 不~~~ 沒有立場對調 他是 只有帶兩個三費的機械 的憨兒 這套是3費12x12 乘以2 對 其實這樣也蠻危險的 可是對面大概也沒什麼解 他下人有可能會做一堆傷害 來了 BANG 這樣應該夠好吧 希望 好 寶犬仔 來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試喔 4點爆發 好 第二張沒有用 好像有點抖 我可以抽啦 我可以抽啦 1 1 2 2 2 4 1 2 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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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他真的截掉哦 哦吼吼吼吼這什麼鬼 譴責譴責 譴責譴責全清然後我們這兩個都被兵起來 所以這樣加起來是27 然後再加4就贏了嗎 他要毒了 為什麼不先打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轉了 不然T8他出那個蓋牙我們這兩隻可能會都不見 他就斬掉這隻機率超低 因為被兵是少掉下一次攻擊 所以你可以選擇是少掉這次攻擊或下一次攻擊 然後選擇少掉的是剛剛那次攻擊 主路能量 主路 我們不換牌 我們很喜歡我們的手牌 很害怕抽到手牌 好我們再躲一抽就沒事了 啊躲過了 太雙鳥 對調立場 對調立場 WTF OK我們還怕一個東西我們還怕冰 我們其實還怕冰 不休護符 萬一反勝 請不要冰我 他冰不住 你冰不住我 他冰得住我 一隻 主路能量 主路 他在找一張冰 好GG 除非零費 喔 又被冰住了Fuck 他要冰一輩子啊 他只能這只能找到法術 就這邊還行 我們應該不知道需要什麼幫助啦 那個 這可以幹連 也不嘗試解一下這個了嗎 喔他還有冰Fuck 他還有 這樣有點糟糕 嗯 發光 納魯祝福 所以我要同時 降低他的場攻 讓我們兩隻都會活下來 然後同時 威脅他 就是要一直打冰出來 他有辦法斬 要打那家 OK兩顆水晶 還有冰 沒有冰 還要抽冰 還要打那家 還要打那家 他看起來是只有一張冰 還要抽到另外一張零費冰 或是發現一張零費冰 再來是零費冰 OK 膠炎之痕 OK 這就是為什麼 留納魯碎片 十房綠洲盟友 OK GG 所以這很憨 所以你還真的還看得到他打的秘密是什麼 再會 OK 他已經接近我們斬殺線了 我們斬殺線24滴 NO 納魯碎片吧 所以我們這樣馬南武隨便抽乾了 我們發現那個 立場堆掉機率會上升 NICE NICE VERY NICE VERY NICE 堆掉立場 好傷啊 其實我有點不想要花3滴血在他們身上 他後面有什麼 暗影法術可以把我們東西搞不見 呢 你 你的努力都是沒有用的 觸導或注入能量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加5 差1 喔好像贏了耶 What the hell 好像贏了 觸導好像贏了 因為我可以從這邊吸一點生命值 所以我必須要給他 然後這個撞進去 然後從這邊吸一點生命值過來 喔這邊有加熱所以我不用這樣幹 好 那是什麼聲音啊 畜生的聲音 T2你們準備好了嗎 T2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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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過濾 Are you ready? Nomber door T2 24 24 還是真的怎麼樣 各位怎麼看 然後你如果帶 如果帶卡雜的話 其實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策略會完全改變了 因為你就不用帶一堆牌來補那個 補24到30之間的傷害 所以你就可以帶一堆AOE 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就 純粹打仗唷 就可以帶什麼 拇指呼喚 什麼鬼啊 比如說這個 咚咚 甚至是帶滅也不錯 都帶解救 反正就全部醬油啦 搞不好那個比較好啦 我們等這個combo被nerf 我們可以再 看看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處理這個東西 他們要直接處理立場對調嗎 其實不知道確定他們會怎麼改 要怎麼nerf 這應該會被nerf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nerf 會被nerf嗎 這其實也沒有穩定到哪裡去 或許之後比較有競爭力的版本 還是帶卡扎的版本 就不帶11帶卡扎 大概是比較有競爭力的版本 這副勝率沒有到多好 而且 主要是你雙子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大家 還是有蠻多家都在那個摧石 掙扎 所以 就是有可能他們也會掙扎成功 不過我覺得T2這個出來投降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好 OK